大家好 巴婆小时候有一个远大理想 长大当一个作家 可是风斗拼搏折腾了一辈子 到现在七十岁了 一事无成 狗屁不是 只能坐在家里读人家大作家的文章 OK 今天巴婆就来读一读莫言的散文 吃事三篇 第一节 吃的赤乳 吃人家嘴短的意思很明白 仅仅有这点意思 那简直不算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吃人一颗胡萝卜是要蒙手的赤乳 哪怕用一颗老三参也难清洗 我像傻瓜一样混进首都北京后 恨不得这样的动物就要点头哈腰表示友善 但北京动物的凶猛程度是地球上有名的 哪怕是一条红生乌狗的野狗 也比外省的狗要神气许多 那猖狂的匪生里毫不掩饰地透露出金狗的优越感 狗尚如此 何况人呼 话说那一年 在一家又脏又破的 似乎是虫种老北京人开的冷面馆子里 苍蝇横飞 老板娘黏腻 一头眼角深吃的狗附在所谓的柜台边上 很不友好的看着我 好像我不是来吃饭 而是来抢劫 我成荒成孔地把一块我舍不得吃的肉片扔给他 我虽然嘴没说话 但我的心在说 狗啊 踪近的狗 不要用这样的仇视的眼光看我 我知道北京是你们的北京 首都也是你们的首都 我知道你们十分讨厌外地人来北京换事 但这也是组织上让我们来的 给你换肉吃 建议表示我的敬意和歉意 希望您能宽容一点 我不过是暂时拘留此地 随时都会回去 狗恼怒地叫了一声 好像我扔到他面前的不是肉片 而是一枚炸弹 老板娘怒气冲冲地说 干什么 干什么 吃饱了撑得难受不 呀 挺那个傻逼看你那吵起 我感到满腹冤枉 心中当然也有很多想法 我想 这些北京人为什么这样狠 北京这个首善之地 我们国家官化的发祥地的人 骂起人来怎么这样歹毒呢 北京人尽管受过八国联军的祸害 但为什么像八国联军一样不讲道理呢 我为他们的狗吃肉 是我表示友好啊 这时从里屋走出了一个典型的北京汉子 那口语枯当关系十分密切的语言 说得如同暴斗一样 他说这条狗是从法国买来的 是虫类的名种 起码价值十万元 这样的狗是不能随便喂的 这样的狗吃的都是配方饲料 维他命 蛋白质 都是有数的 多一点不行 少一点也不行 你乱给它吃肉 打乱了它的类蜂蜜 该当何罪呢 我想这还是条狗嘛 封建帝王也没有这般讲究嘛 我感到肚子快要清磕了 我看着那条狗 心想看你这个死相 也配从法国进口 我们葱子里那些在草道 高拉里玩耍的野狗 也比它俊效三十倍 于是我斗胆说 不要吓唬外乡人 别的我们没见过 狗我们还是见过的 你们这狗不过是条土狗 身上还长了一块烂 因此是一条赖皮狗 哎哟 我的个亲娘 我这句话一出口 就像用烧红的锣钩子 烫了老虎的屁股 只见那男人目露熏光 闭上前来 那个女人拍打着 丰厚的屁股大叫 大头 大头 给这个小子放血 我很是害怕 按照宰杀深处的一般程序 放血之后 应该是烧开水 突入毛韵 然后是卸去头脚 开膛破肚 摘出下货 然后就挂起来 一刀刀零割了脉 也许是明天早晨 也许是明天中午 在酱肉的盘子里 在油炸的丸子里 在串肉的签子上 就有了我的身体的一部分 想到此 脊梁骨一阵冰凉 哪里还有心吃什么冷面 慌忙站起来 贴着墙边 连身倒着欠 一流烟跑了 回到宿舍 越想赶得越窝囊 于是便有两汗狗尿般的泪水 从眼里流出来 怨谁 怨自己 谁让你去吃什么冷面呢 躲在屋子里 泡一包方便面 不是很好吗 为了不让 卖方便面的 北京服务小姐心烦 你可以一次买上50袋 把醉攒起来 一次瘦完 正想着呢 一个朋友进来 说你流什么泪呢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北京更不相信眼泪 北京是缺水的城市 眼泪虽少 但也是自来水变的 因此你随便流泪 就是觉悟不高的表现 我一想有理啊 咱外地人来到北京 事事都要小心着 要哭就回三冬哭 在北京哭也可以 不喝北京的自来水 你想哭就哭 朋友把我请去吃饭 吃了一盘葫芦丝 吃了一盘粉丝 还吃了一盘像橡皮一样 难以绝难的肉 吃完了 我心感动 心中暗想 吃上一碗 要抱一盆 点滴之恩 应该涌全相抱 隔了几天 一群朋友聚会 我为了一句什么话 把这位曾经请我 吃过一次饭的朋友 得罪了 他咬牙切死地说 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 前几天 我去香哥里拉饭店 买了美国加州的 酱小牛肉 去长城饭店 买了西班牙产的胡萝卜 去有一商店 用外汇卷 买了专供外国人的 波罗的海鱼子酱 还有高级的奶油 吃得你小子满嘴流油 可是你一转眼就忘记了 那些小牛肉 还没消耗完吧 我感到红生冰凉 这是悔之莫及 我恨不得 把自己这张 不争气的嘴巴 用胶布封了 你当年吃没块 不也照样活吗 你去吃人家那点 胡萝卜丝和粉丝干什么 实在馋了 你自己去买 一麻袋胡萝卜 把自己吃成一只兔子 也花不了多少钱 但你吃了人家的东西 就要听人家的 就要承受人家 私家到你身上的侮辱 我这人最大的毛病 就是没有记性 像狗一样 记吃不记打 当时气得咬牙切齿地发恨 但过了几天就忘了 又有一个朋友请我去吃饭 上了一只煤球炉子 炉子上放了一口锅 锅里放了十几只虾米 一堆白菜 还有一些什么肉 吃着吃着 我的胸像又匀性毕露了 那朋友就说 看看莫言吧 吃着一上桌 又奉不顾身了 一句话把我的心 彻底地凉透了 因为吃人家的东西 所闷受的赤乳 一桩桩 一件件拥上心头 我怎么这样下贱 我怎么这样没有出息 你实在想吃 一个人下个馆子 不就行了吗 你想怎么吃 就怎么吃 你想多么凶恶 得吃就多么凶恶得吃 你吃惯了肉 把盘子也舔了 也没人嘲笑你 你自己经常地 忘记自己的身份 你忘了自己 是一个乡巴佬 人家那些人 从根本上瞧不起你 压根就没把你当个人看 人家有时找你玩玩 那是无聊 那是天鹅 向水鸭子表示亲近 如果水鸭子 竟因此而响入非非 那水鸭子就惨了 想明白了道理后 我发誓宁愿饿死 也不再吃人家的东西了 就像朱自清 宁愿饿死 也不吃美国面粉一样 我还发誓万不得已 跟人家在一起吃饭时 一定要奉不孤生地 抢先负账 我负账 那么即便我吃得多一点 人家也就不会笑话我了吧 又一次去吃烤鸭 吃到一半时 我就把账结了 几个贵人都十分高雅地 填饱了那些高贵的味道后 桌子上还剩下许多 这时龙民的逼见心理 又在我的心中发作了 多么可惜呀 这些大葱 这些大酱 这些洁白的薄饼 还有这些香酥的鸭片 都是好东西 浪费了不但可惜 还要遭到偏浅的 于是我就吃 这时有人说 瞧瞧莫言吧 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 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好像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人家还说 你们说他的饭量 怎么会这样大 他为什么能吃那样多 要是中国人都像他一样难吃 中国早就被他吃成 水生火热的就是会了 我这才被艾迪认识到 世界上的事情 其实早就安排好了 该者受侮辱的命 给你戴上顶皇冠 也逃脱不了 前年冲节回家探亲时 我把这些年 在北京受到的委屈 一桩桩一件件地 说给母亲听 母亲说 我就不信 人活一口气 再去吃宴席 行前先喝上两大碗稀饭 然后再吃上两个大馒头 上了宴会 还能做出那副饿死鬼像吗 回到北京后 终寻着母亲的教导 上了宴席 果然是不猴急了 吃得温凉公俭让 像英国皇室里的厨子那样 我等待着大家的表扬 可是一个人却说 看看莫言那个假模假样的劲儿 好像他只有萌芽吃饭 就能吃剩甲宝义似的 众人大笑 食欲大增 有个人说 人啊 还是本色一些好 林黛玉也要坐马桶的 娘啊 简直是没有活路了 娘说 儿啊 认命吧 命中该有什么 就得承受什么 我问 娘啊 咱们一大家人 为什么就单单我 为吃扪受了很多耻辱呢 娘说 儿啊 你这算什么 娘在1960年里 偷生产队的麻料吃 被人抓住吊了起来打 当时想 放下来就一头撞死算了 可等到放下来 还不是爬着回了家 你大娘去西葱讨饭 讨到麻风病的家里 看到人家 过堂里方桌上 有半碗吃剩的面条 你大娘看看无人 扑上去就用手抓住吃了 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 脏不脏 你受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娘风鸣看到你 一天比一天胖了起来 不享福 如何能胖起来 儿啊 你这是享福啊 不要身在福中 不知福啊 我仔细地考虑着母亲的话 渐渐地心平气和了 是啊 所谓的自宗 面子 都是吃饱了之后的事情 对于一个饿得僵死的人来说 一碗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 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当然也有宁愿饿死 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 朱自清先生 但人家是伟人 如我事中 诸葛为样的东西 是万万不可用自宗 名誉 这些狗屁玩意儿 来围栏自己的 哈哈 莫言先生 不愧是若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写的活灵活现 简直太棒了 八婆比莫言大一岁 都是同时代的人 对她完全理解 也很喜欢她的作品 OK 八婆以后就多读 莫言的作品给大家听了 谢谢观看